一分钟带你了解本集精彩内容 宪兵队的这一声枪响 终使松井做出改变会谈地点的决定 曾楚南也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大闹上海滩 杀他一批鬼子汉奸 逼使松井返回苏州 为此 他恳请大先生亲自附护 利邀明镇黑白两道的杜老板出手相助 同时又敦促武汉军统近前精锐前去驻镇 并急令报务员显春雨携带电台来到苏州 以保证与武汉之间的情报传递 来 让一下 小区客长 这是炸药吗 秦子小姐 不必担心 危险已经排除了 快开 自哥为了 走 快开 快开 哥 快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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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круг开 我可以开 בר 不能 明镇 你 一定会 闹 你 能不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原来如此 又是这个人 叫什么名字 哪里人呢 千阿三 杨城湖关一庙村的 大军 我想起来了 城里维持会装修地板的工人 都是临时抓的短工 其中 有一个人很可疑 叫 千阿三 我想起来了 他说 他说他坐在崖层湖的关 关一庙 疼吗 我疼 不好意思 名字和身份都是假的 不过还好 你见过他的样子 凭记忆可以画一个像 可以 这是黑色炸药 一般用于建筑上 比如扎石头 也就是说 炸药的来源很难找 是的 是 先明队 是 司令官各界 我马上过去 真是千钧一发 现在想想都害怕 就差半秒钟 如果再晚半秒 我没有剪断电线的话 那在场所有的人全都报销 太危险 这个一姿美 简直就是 一高人胆大 千姑娘 幸亏你跟我们通知得早 不然的话 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你夸他 要是他早点讲实话 就不会那么狼狈 我哪晓得事情会这么严重 我哪晓得 我要好好罚你 听着 十天之内 你要把阴影操琴 带一份稿 肖详役 还有联欢了 各联三遍 你联不好 不许吃饭 小秋科长 在 我听说 连你的特高科 都差点灰飞烟灭了 是 是卑职事实 请司令官解罪 本来 我还想把谈判的地点 定在苏州 可现在看来 这完全是消亡 所以我决定 还是把谈判的地点 定在上海 严谨军 你立刻赶回去 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 是 严谨军 秦子小姐 真是太巧了 我可以当面向你辞行了 莫非严谨军要回上海 我还想请你去松贺楼吃饭呢 再找机会吧 我也没有想到这种苦差事 会摊摆到我的头上 苦差事 是啊 上海 各种势力盘根错锦 治安情况比苏州好不到哪去 既然如此 还请严谨军 多多保重 秦子小姐 您也多保重 好 如果真让松井把会谈撤到别处 那我们的麻烦可就真大了 听你们的意思 好像是一支美把日本人给吓跑了 很有可能是这个原因 当时我要不是艾希她是个人才 我就应该一枪毙了她 好了好了好了 你别着急 把她呢交给我来处理 我保证不让她再捅娄子 你怎么处理她 我说呀 你想把她关起来 等这位事情稳定了 再说吧 古人说 亡羊补牢为时不晚 但是我心里面有个特别不好的预感 恐怕我们再怎么补也来不及了 二毛 不许在我眼前吃东西 为什么 我从早晨饿到现在了 要不你也来一块 这是你们老前家的香层马饼 这还差不多 你怎么买这么多马饼 带回去给落的蛋 这家伙四几天不敢回家 又不敢出门 我就每天给他带点吃的 二毛 你真意气 那当然 这还用说 二毛 我正要找你呢 什么事要过着鬼 你哥在码头吗 我想让他跟我走一趟 在肯定在 走 我带你去找他去 走 老男舅 你这是要去哪里 我去看看你爹 顺便给靖远大师送两袋山芋 看我爹送山芋 我晓得了 你是去找于大哥 那我也去 你在这里好好练功 没听大先生讲吗 练好功才有饭吃 老娘舅 那是师父吓唬我 再说现在时候也不早了 我也该回去了 正好能搭你们的顺风船 走吧 给你的款子够用吗 够用够用 连房子带电话 外加一堆存货 一共才这个数 要不说 还是四哥的面子大吗 我收过了 小字体 还是那点烧标 我准备把门链搞一下 招牌换大一点 嗯 等一下 什么都别动 保持原样 晓得了 秘密工作 越不起眼越好 另外 找两个兄弟来 一定要靠得住的 给我守着这个电话 晓得 马上叫你过来 大马 辛苦你跑一趟啊 没事 上车吧 好的 走 老娘舅 你不会把他怎么样吧 谁啊 于大哥呀 那你说呢 要我说 不知者不怪吗 再说 这不是也没出什么大事吗 你事先出的事还小是不是啊 说不好这时候又痛了大娄子了 来 小心 开船吧 哎 坐稳点啊 喂 是表哥吗 是我 表舅要回上海 金子小姐 司令官请您去参加记者招待会 招待会 请我 是的 司令官阁下 我是上海新申报的记者 请问 在德国大使陶德曼先生的调听下 目前的战争会告一段落吗 首先我要声明 我虽然身为军人 但是对战争深无痛绝 老子曰 驾兵者不相之气 圣人不得以而用之 此次终日事变 完全是帝国军方的自卫行动 其目的 就是为了保护 本国在中国的合法权益 截止日前 虽然我军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但是为了大东亚的共荣和平 我大日本帝国依然在积极寻找和平的曙光 说到和平 那么请问司令官阁下 日方接下来将会采取哪些具体措施呢 我们将启用中国的一六人才 成立新的中央政府 因事力道 重新调整日中关系 及时的结束这次冲突 秦子小姐 请过来 诸位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国著名的秦师秦子小姐 她将作为日中的秦山使者 亲自护送寒山寺的诗碑前往大阪 司令官阁下 什么诗碑大阪 我怎么没听明白 日本的招人新闻社将在大阪 举办东亚建设博览会 我们环中军方将以寒山寺石碑前往参战 各位 我就是想利用这次机会 把这块石碑用为本宫 亲手交给旧阳 所以烦请各位广为宣传 用以反驳对我大日本皇军的摇言攻击 您要我什么时候动身 当然是越快越好 明白 这些记者真是讨厌 但是我们又不得不应付他们 因为我们毕竟吃过舆论上的大亏 我虽如此 但是司令官随其应变的能力 实在令人钦佩 既满足了新闻社的要求 又达成了亲王殿下的心愿 小丘科长 在 你身为特高科的科长也应该学会 把报纸和电台拿来为我所用 是 本来华北新闻代表团要来苏州采访 可是苏州现在这种治安状况 谁还敢把记者带来 是学生是指 请董事叫罪 就谈判地点而言 本来苏州是最合适不过的 只可惜 不认识 亲自小姐 送被参战之时就有劳你了 司令官阁下 关于师碑 我倒有另一个想法 不知当不当将 你只管说 本国有一句谚语 钓不上来的鱼才是最大的 我的意思是 与其将师碑亲自送到旧宴王手中 你的意思是 把师碑作为诱饵 吸引九眼王到中国来 很好 这的确是一步好奇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九眼王可是代表了日本皇室 由他来主持谈判 不仅可以大大的增加胜算 而且还可以让大本营的那些乌鸦 彻底的闭上嘴巴 好 钳子小姐 你的主意的确很好 可是你想过没有 这样一来你就回不去了 我 可是有鸠燕王前来助阵 您就已经胜券在握了 不 如果鸠燕王来了看不到你 他会非常失望的 可是我还赶着回去 不要再说了 留下来跟我一起去上海 小秋克长 在 如此一来 师碑的事情就更要抓紧了 你尽快去一次寒山寺 把宋碑参战之事 知会寒山寺的住持 知主 千万要把皇军的善意 仔细说明白 学生明白 师母 查看 谷长官 小子 这事你可干的有些不仗你 怪长官 不瞒你说 我一开始也没打算留下来 可我一想到渡边的王八蛋 我气就不打一处来 要不你看这样行不行 等我把这个小鬼子给干掉 我保证立马走人 我反对过你干掉他吗 我反对过你杀鬼子吗 可是你不能杀自己人哪 我杀自己人干什么呀 石头 到外面去请见 你还真有本事 能混进鬼子的宪兵队 还能把炸药 安在鬼子的宪兵队里 还能连成引线 准备一股脑子把鬼子送上西天 是不是 不是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怎么知道的 我要不是及时的把电线给剪断了 我现在就不能站在这跟你说话了 我早没影了 我说他怎么没炸呢 没炸死我你还觉得挺可惜的是吧 不 顾长官 我也不知道你在里面呀 再说了我以为参加鬼子什么会的 可当都是汉奸走狗什么的呀 你少在这话里带刺的 我还真实话告诉你 把我炸死没什么了不起的 你就是把曾长官给炸死了 这天也塌不下来 跟你晓得吗 当时的宪兵队里有一个我们的情报员 哪个是情报员 那我不能告诉你 你上过军校 想必你应该晓得一个情报员的重要性 往大里说 一条准确的情报可以决定一场战争的输赢 往小里说 可以挽救成百上千兄弟的生命 你想一想 如果这件事你搞成了 你就等于帮小鬼子一个大忙 别别 那就等于成百上千的兄弟就死在你的手 不是不是不是 郭长官 你别给我戴帽子呀 这也没人给我打招呼呀 我也没想到那里边还有一个情报员呢 你没想到 那唐生智当时也没想到 他把船给炸了 还说什么破釜沉舟背水一战 结果呢 有多少兄弟 有多少同胞 死在下关码头 一失足成千古恨呢 不说我们今天都是当兵的 我就想问你 你是不是一个男人 那不是明摆着的吗 好 既然你是男人 就得敢担当 错了 那就得敢认错 不 我认 那你说吧 要杀要罚你看着办吧 还真应了人家的话 你跟我玩起滚刀肉来了 那你说吧 我拿你怎么办 我拿你怎么办 杀头相变 不至于吧 没什么不至于的 要是在战场上 我还真就一枪崩了你 可这是在敌后 你又不是我的兵 我也没这个权利 那法响 法响 你摸摸你的口袋里有几个响 除非拿你这个 这是我的命根子 你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那你让我怎么办 关禁闭 这关禁闭不行 这关禁闭太轻了 不太轻了 不行 我就冲你今天认错的这个态度 我还就依了你 你就关禁闭 好吧 关禁闭 真关 那关几天 一个月 一个月 一个月以后再说 这一个月不得憋死我 我也看出来了 我不跟你讲了 我也讲不过你 让曾长官过来跟你 顾长官 那还是你说吧 你好说话 那个曾长官 整天绷着个脸 跟棺材板一样 看着我就渗得慌 不你怎么的你啊 你小子这是吃柿子挑软的你啊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 要不我还是回部队吧 你放心 这次我绝对不留号了 那不行 要不你派个人压着我也行 更不行 你又不是一次两次了 再说我的人没那个闲工夫 那你就把我关在寒山寺 我哪里也不去 别说了 收拾收拾东西跟我走 别啰嗦 快点 不是 不是 余大哥 钱姑娘 我 我不是诚心要出卖你的 钱姑娘 我们两个之间用不着说出卖这两个字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老娘舅 余大哥都知道错了 你就原谅他这一次吧 行啊 小子 让一个姑娘替你说情 我用不着谁替我说情 男子汉大丈夫 怨赌就得服输 有错就得挨罚 还别拿话激我 我跟你走 这思想还挺端正的啊 阿元 你都听见了 钱姑娘 这回还真多亏了你 要不是有你 我还真就住成大错了 行了行了行了 这些没用的话 留着以后再说吧 船还等着呢 走 钱姑娘 要是将来有机会 算了 我走了 就是这里 我说你哪里找了这么一个地方 这不跟老李一样吗 在这里管我一个月 我非顶出计较来 不是 你啊 知足吧 有人帮你洗衣服烧饭的 你自己说说看 这样的牢房哪里去找啊 吃吧 三嫂 自家人 快吃啊 吃好了我好刷碗 快点 谢谢嫂子 哎 哎 掌柜的 你看看 这锁头怎么样啊 好像有点绣哎 糟糕 你还真想把它给锁起来啊 你不是讲要关禁闭吗 总得上个锁 意思意思啊 你什么样的锁 能锁住它一直没啊 好 算了 老弟啊 不管是做人也好 还是做生意也罢 都要讲究个性子 正所谓是 货无包装不值钱 人不讲信用 没有脸 还别大话急我 我余显阳讲话算数 一个月之内绝不出这个门罕 好 我信你 枪我枪干什么呀 告诉爸 反悔了 掌柜的 二宝有事找你 好 走 郭掌柜 曾先生让你马上过去一趟 好 我马上过去 好的 三嫂啊 这个枪帮它收好了 记住啊 不要收巢 那我走了啊 一支梅啊 还这么把它关起来了 那可不 掌柜的 可把它收拾得服服帖帖的 还一支梅呢 走吧 范先生 把他关起来了吗 曾先生 你把我叫回来 出什么事了 我告诉你啊 果然不出曾先生所料 刚刚收到确切的消息 日本人把会谈的地址 从苏州 改到了上海 什么 那 那这样的话 我们不是更被动了吗 我们绝不能够让松景 牵着鼻子走 他不是嫌苏州不安全 那好 我们就给他来一个大闹上海滩 让他觉得上海更不安全 你的意思是 我们把松景 生生的逼出上海 对 上海滩的汉奸多如牛毛 我们正好可以杀他一批 一来可以提升士气 二来 敲山震火 这办法倒是个好办法 只是我们势单一搏 怕是在上海 弄不出那么大的动静来 所以 我想动用力行社 力行社 我听说他们好像是改名字了 叫什么军事统计局 对吧 我知道 郭掌柜 在你眼里 他们是杀人的魔头 但是眼下情势危急 正所为 是可从精 亦可从军 更何况他们这帮人 才是搞刑事和暗杀的行家 但愿他们这次能够拿出杀中国人的那股狠劲来杀日本人和汉奸 这个你放心 他们是心力山头 正急着向伟座那里表工 更何况 我们手里有一道寒山令 我相信他们不会不听从调解 好 曾先生 我没意见 只是我觉得 我们应该兵分两路 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啊 没错 所以这另一条路 我想拜托大先生 还有郭掌柜你 我早就准备好了 曾先生 我倒没问题 你知道我本来也要去上海取枪 只是 大先生的 啥意思 我老了是吧 我没这个意思 黄中八十高岭冲锋陷阵 刀斩夏侯渊 我说大哥 这是细文 我们不能当真 就算我不如当你了 我身边还有这帮兄弟了 大不了 我再唱一出小武艺冲出江湖 大先生 这次呢 我需要你们二位到上海 帮我办一件事情 什么事啊 去见杜先生 明白了 俗话说得好 强龙不压地投水 只要杜先生肯出手 那一定会闹到上海满城风雨 我跟你讲 就凭我和莱羊黎的交情 我请他出山 应该没什么问题 另外 大先生 我知道杜先生身边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枪手 毛山老道 我晓得 毛山假老道 双手使枪百发百中 见棍 原来呢 我曾经有一件事情请他帮过忙 所以说我们之间算是有交情 你看能不能把这个人 是 宗先生 我这里呢 倒是有个人选 于显阳 他不是一直喜欢打狙击吗 要不我把他给带上 让他好好的折腾一番怎么样 这件事情我不是没有考虑过 但是我怕他成事不足 办事有余 你说的太绝对了 我倒觉得 他是块好钢 关键是要看他放在什么地方 这样吧 这个人暂不考虑 行 那就这么办 那好吧 我现在就和武汉联集 部署你们在上海的行动 同时 让武汉送一部大公里的电台过来 去忙我们的上海之行 马到成功 大先生 郭展会 你们天亮就去上海 明白 这位小姐 您是要去北居大戏院吗 不 我要去大观园剧场 大观园早就改名了 如今叫开明大戏院 哦 北屏也有开明大戏院 是专门演文明戏的 我们这里也演 极限要因缘 可慢做了 曾先生找我来等你 嗯 大毛 找我几个地球 把东西搬进去 哎 哎 请 曾先生 各人到了 回长官 特务处 电讯总台情报员 显春雨 前来报到 你多大了 回长官 二十二岁 什么时候见他特务处 回长官 明光二十五年 学过射击驾驶吗 没有 我是学情报学和密码学的 出国外勤吗 没有 怎么 是 这里是迪厚 你进特务处不到两年 我们面对的是日本的特高科 如果没有丰富的特工经验 一旦出了纰漏 个人牺牲事项 如果组织受损 那后果不用我说念清楚 设备带齐了吗 嗯 等一下 把设备架起来 我要给你们老大发报 就说 我要换人 报告长官 鞠祖不在武汉 他去哪里了 去上海了 害怕陈一新和王天母都调过去了 快报快报 我本人举办建设武朗会 海山寺师妹要去参展 设计啊 师父 这是今天的报纸 嗯 昌明 时局艰难 那点香火前就省了些话吧 哦 嗯 去吧 嗯 嗯 嗯 无耻 简直是无耻 手摇发电机 15瓦特发爆机 还有30瓦特大功率发爆机 美式装备 可是学校里教你们的都是苏式手法 是的 可是我也熟悉美式 一分钟能够拍发150个电码 嗯 那已经不错了 你叫显春雨 对 长官不用想了 局座之所以派我来 是因为我是长官的学生 学生 杭州警校贾训班 长官曾经给我们上过课 当年我是上海三级无仙殿学校的毕业生 也是全校年纪最小的学员 你有个哥哥叫显春雷 八项考核第一 毕业成绩优秀 长官好记性 这次你出来之前 你们老大吩咐过什么吗 嗯 吩咐了 一切为长官马首施瞻 把设备加起来 是 快去告诉主持人 日本人来了 啊 听话快点 去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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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三个月就可以回家了吧 三个月 只有你才会相信这种说法 小科长 过来 去 给我们弄点吃的 快去 小孩 过来 这些石头 哪里来的 是从山上采来的 是从山上采来的 在来做什么 拿来刻碑 刻碑 找开 是 把小球砍上起来 是 巴敢 看来 大师对我们大日本皇军 有所误解 不过没关系 今天我们暂且不说这些 今天我只跟你说一件事 寒山寺这块碑 我是无论如何 也要把他运走 而且 在这个世界上 不管是谁 只要和大日本帝国皇军作对 就一定没有好下场 果然好威风 好霸道 不错 你们既有人心不足蛇吞向的胃口 那这区区一块师碑又何足道哉 然此碑乃我佛门至宝 贫僧又岂能袖手旁观 任由你们染指 正所谓一之所在 明知其目可为 也要斗胆而为之了 不错 不过大师 不过大师 古往今来 凡不自量力者 皆命运没有错 所以 我还是劝大师 三思而后行啊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无有行者 无以图将来 无有死者 无以成大道 贫僧心意已决 阁下无须多言 好 很好 既然严禁于此 那么以后 我们走着瞧 好 郭教殿 我找到了 看看 好 好 看 看看 好 来 来 没错 就是这种火药 科长阁下 你发现了什么 谁住在这里 听那个小和尚说 是一个科背的师傅 什么 科背师傅 能跌出像这样的被子吗 只有经过专业训练的军人 才能跌出这种有能耀的被子 军人 钱师傅 日本人在你的作坊里搜出了火药 这会不会有麻烦呢 那会有什么麻烦啊 那火药是炸石取料用的呀 是于大哥 他 他拿这火药怎么了 他本来想用火药 炸小鬼子献兵队来着 后来被老娘舅给阻止了 哎 你怎么不早说呢你 行行行行 先不说这个了 你那位于大哥他人呢 被我老娘舅带走了 哦 这就好这就好 你们父女两个赶紧随我到密室里去躲一躲 啊 啊 哈哈 啊 去哪里搜尘 嗯 哎哎 哎 哎 哎哎 哎你你们 你就是那位科卑师傅 他是谁 他是我女儿 那个租坊里的火药也是你的 我是个科卑将 我要用他来扎实取料 是是是 走开 你当过兵吗 没当过 何想也是 住在那个房间里的人是谁 是我的一个亲戚 叫什么名字 钱阿三 哪里人 杨城湖 观音庙村的 你那个亲戚 他人在哪里 他怎么就走了 去哪来 不知道 你撒谎 那个人既不叫钱阿三 也不是你的亲戚 他是来自南京的士兵 是迷你杀害皇军的凶手 跟着不下 觉得作变了 没有发现可以支撑 杜边君 在 把这两个人带回去 严加盘问 是 且慢 阁下方才所言 只不过是揣测而已 你们既无真凭实据 你怎么能够随便抓人呢 但是 刚才你也听到了 我们要抓的凶手 也自称是钱阿三 也说是住在 杨城湖 观音庙村 和钱师傅的口供完全一致 而且 我们刚才在作坊搜到的火药 也是凶手使用的 这难道不是真凭实据吗 大师 我跟他们去 但是 你们要把我女儿留下 爹 你还会说日语 见效了 贫僧留学日本之时 只怕阁下还乳臭未干的吧 よし 既然大师跟本国宿伟约人 那在下免不了 要当面请教 都别决 在 白大师 一道请回家 是 放肆 平僧在是寒山四住持 上至你们日本 产宗各派的门主 下至你们的宗景司令官 都对平僧 是礼儀有加 而等纪为下属往辈 岂可如此 母尊长啊 可让可想 此一块大人确实对这个和尚 礼儀有加 可让可想 据我所知 这个女子 那是为社会会长的儿媳妇 咱们是否给她留点颜面 做个 请大师息怒 既然大师不愿屈尊的话 那在下也不便勉强 可是 这个女子 涉嫌包庇凶犯 所以 我一定要把她带走 阁下有何疑问 尽可在此问个清楚明白 至于人 贫僧是绝技不会让你把她带走的 但是 我觉得 你的所作所为 也太不自量力了 贫僧还是那句话 一知所在 纵然明知其不可为 也要为之 那如果 我一定要强人所难呢 除非玉石俱焚 好大量 不客为大师 好 赶在寒山寺石碑的份上 我就给丹氏留点面子 他 我可以不带走 爹 可是他 我一定要带走 爹 孩子 左腾君 在 你立刻安排人手 日夜看圣地快背 不能有半点披露 是 阿元 别哭了 哭也没有用了 现在要赶紧想办法 把你爹救出来才是啊 大师 你不是认识那个司令官吗 能不能求他帮帮忙 放了我爹 小孩子 那是贫僧情急之下才无奈 说出来糊弄日本人的 那根本做不得失误啊 那怎么办 就我爹那身子骨 哪里接得起折腾 阿元 阿元 如果贫僧没有记错的话 钱师傅 他和睿太祥的吴老伴 一向相熟啊 是不是请他 对啊 吴师傅做了什么为智慧的会场 找他帮忙肯定管哟 哎呀 哎 杀医子杀医子啊 哎 杀医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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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到来 谢谢 谢谢小姐 请 请 钱小姐来了 里面请 爹 你倒是去试一试啊 你是好歹是围州会会长 这日本人这里面子会给你的吧 什么会长不会长啊 也就是个摆设罢了 你又不是不知道 至少我印了这个差事之后啊 这苏州城啊 谁都可以抽我的脊梁骨 骂我是汉奸 别的不说啊 就说那个大先生吧 他就恨不得拿起锄头去跑我们家的祖坟 爹 话虽然是这样讲 但是钱伯父现在出事了 我们不能见死不救吧 再讲啊 我要是跟阿元成了心 那钱伯父以后就是我岳父了呀 伯父 求求你救救我爹 我爹他身子弱 还有起传病 如果你不救他 他恐怕就要死在日本人手里了 爹 阿元他娘已经不在了 只要钱伯父再走了 阿元就成了孤儿 救人一命 胜草契机浮屠 好好好 我去撕一撕了 任官 怎么了 今天真是多亏你了 阿元 以后就是一家人了 不要这样客气 阿元 你看啊 现在这兵荒马乱的 要不然 我们两个早点成亲 以后相互有个照应 那也得等我爹出来了 让他老人家点头才行啊 好 我马上就跟我爹去先兵队 要有消息我就通知你 你在书场等我 好 嗯 我劝你 我劝你 还是老实交代 钱阿萨到底藏在哪里 这位渡边君的脾气 不是很好 你最好 不要惹我 不要惹闹了他 我 我真的 真的不知道 不见棺材不掉泪啊 那就继续吧 你个棺材啊 身在哪里 不用找了 好的 谢谢 我也及时要找小秋科长 进去 来 来 快 吴会长 你来的真不小 小秋太君正在什么犯 要不 你们两位在这里先休息一下 我去通过一身 好 那巨鱼帮你了 来 请走 他怎么样 混过去了 还有气 看来 他真的不知道钱阿萨在哪里 这样如此 不如再来他 以免后患 不 他和寒山寺住持人 交情匪浅 留着他 以后很可能会派上用车 明白 报告 客葬客下 吴炳会长和他的公子前来求见 吴炳 客人客下 那您就忙您的吧 这里就交给我了 不 把他们请在这里来 是 杜贤君 在 再交给你一句中国的成语 叫杀鸡敬猴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杀 杀鸡 请 杀鸡 杀鸡 等一下 杀鸡 后发一眼 这是什么地方 吴少爷 这里是地牢 是黄君开压饭子的地方 走吧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许诚啊 许诚啊 这么说 她的女儿是你的 会客赞客厦 私在下的未婚妻 说个 大水冲了龙王庙 原来你们是一家人 那是那是 太君 那么能看在我的面子上 你就网看一面 饶了我这个亲家吧 什么 你让我饶了她 你可知道 她犯下了什么样的罪行 这个我倒不晓得 不过 钱师傅 一向是个笨笨笨笨的手艺人啊 但会不会这里面有什么误会啊 误会 我实话告诉你 你这个亲戚 不但包庇收留 杀害皇军的凶手 而且还提供火药 企图炸毁皇军的宪兵队 我 当时你们父子也在宪兵队里 难道你们想被她炸死 我 我 我 犯下这样实恶不赦罪行的人 你竟然让我放了她 这 这 误会者 我们大日本皇军公正严明 不会冤枉好人 也不会放过坏人 我希望你 把这层意思转告苏州百姓 以后如果有谁 敢跟皇军作对 就是这个下场 明白明白 还有 让你当这个会长 是皇军看得起你 当然 你可以不识抬决 不过 你最好好好掂量掂量后果 好了 我们这里还有事 说过远苏 带他们出去 是 武会长 请 阿元 别哭呀 阿玛 你怎么欺负阿元 别瞎说 我可没有欺负他 那他好端端的护士嘛 是他爹 让日本人 给抓进去了 不是还有润官和他爹吗 人家可是维治会会长 小鬼子的心腹 快去找他帮忙啊 已经去了 阿元 你也别太着急了 来 哎 罗官来了 罗官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日本人说了 包庇罪犯 属于重罪 所以不能放人 那你见到我爹了吗 见到了 他没事吧 阿元 别着急啊 咱们再想想办法 好 要不找我大哥商量商量 好不好 骆驼蛋 你就别在这里添乱了 什么你大哥 找他干嘛 他一个人能吞进县兵队 把人救了吗 县兵队是个屁 你没听说过 我大哥 可是一个人一赶枪 差点把那把鬼子喊起一勺会了 一勺会 那就一团走 要不是你大哥 阿元他就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吗 你们都不要吵了 你们都是帮我想想办法 老娘就不在 师父也不在 于大哥也走了 叫我怎么办 下来了下来了 吃饭了 要聊快点 小和虾 你这个鼻子倒是挺明的 还有呢 你看 小银鱼啊 这太湖三白 就缺一条大白鱼了 你啊 真有口福 你知道吧 是我们家亲戚啊 正好带来的 我就给你做了 谢谢嫂子 嫂子 你要天天给我做这个好吃的 我这辈子就关在这里 我还不走了 我告诉你啊 你想的美 你给我吃饱了 吃好了 出去打鬼子 你要是同意 我现在就去打鬼子 行行行行 好了好了好了 郭掌柜的说了 这次啊 要关你禁闭 等这只风过了以后 再放你出去 你们这只风 得刮到什么时候去 你问我 我问谁去啊 三沈 阿萌 阿萌 大晚上的找我什么事啊 郭掌柜的在吗 我找到有集市 看你这记性 我们家郭掌柜 不是跟你们大先生 去上海了吗 哎呀 这下糟了 怎么回事阿姨惊吓的 阿萌他爹 让小鬼子给抓走了 什么 你说钱师傅 被日本人给抓走了 对呀 说他窝藏一枝梅 犯了重罪 我听吴隆官说 他呀 被小鬼子打得半死不活的 只剩下半条命了 这样吧 我赶快要石头到上海 把郭掌柜的给找回来 哎呀 就怕钱师傅蹭不到那个石头 我怎么知道这个时候 鬼子 都过咱过来 叫他赶紧去一趟寒三四 阿萌一个人躲在那里 无依不靠的怪可怜的 好 知道了 你赶快回去吧 行三四那我走了啊 哎走吧路上小心哦 好的 我先走了啊 你吃完了把碗放到这里 到时候我来收 哎走的 怎么了 我那枪 你可给我收好了 我那枪怕吵 千万不能放在地上 嫂子 我还全指着他打鬼子呢 哎呦 我还以为什么事呢 放心吧 我跟你好好地放着呢 哎 嫂子 又怎么了 我那枪 你到底给我放哪里了 千万不能放在外面 外面野巢 千万别让他受吵 好 我放衣归里了 这下 放心了 踏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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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快吃饭吧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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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嫂子 对不住了 谁啊 余大哥 阿玥 怎么就你一个人呢 老娘救呢 他前几个关我禁闭 后几个就去上海了 关禁闭 什么意思啊 跟坐牢差不多 咱们不说这个了 你们知道你爹 被关在哪里了吗 是不是先别对啊 是啊 是我害了剑师傅 你别这么说 余大哥 我们还是想想办法 怎么救出我爹吧 阿玥 你千万别着急 来 先坐下 阿玥 俗话说 知己知彼百战不胜 咱们首先要了解清楚 你爹关在宪兵队什么位置 周边地形怎么样 有多少兵力把守 兵力的装备怎么样 这些我都清楚 我说的可是小鬼子的宪兵队 是 因为有人在那里看见我爹了 我爹就在宪兵队的地牢里 至于有多少鬼子把守 这个我还得再问问他 你说的这个人是无润关吧 嗯 他是我从小玩到大的朋友 瑞太祥的邵东家 这个人我应该见过 那我们就不能再耽误时间了 明天一早就把他约出来 嗯 帝国政府是南京攻略之后 並且在新南国民政府的安全 最高的机会与他们 客战局下 好消息 好消息啊 军部从城混合大满 招募了86个威安妇 一路护送他们 因为首先正在讲话 你也一起听一听 好的 你懂日语 嗯 那你给我翻译一下 他里面说什么呢 鉴于中国国民政府 不了解帝国的真意 竟然策动抗战 故帝国政府 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 而致力于真正能够 与帝国合作的 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 并将与此新政权 调整两国邦交 协助建设复兴的新中国 长官 可受不明白 刚才他说 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 这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 日本内阁决定 不和我们谈判 他们要另建一个满洲国 这就意味着 日本人 和武汉的某一个关键性人物 达成了一种协定 你的意思是 他们要扶植第二个不仪 如果这要起内红 那国家可就危险了 上海那边有消息吗 还没有 还没到约定收报的时间 也许明天一早会有好消息 但愿 叫你当罕奸 叫你当罕奸 是 长官 嗯 家里来电 是名码 一直在重复 这电文上写的什么意思啊 你们老大来宿舟了 啊 高山出海� Tung 一揽江汉清 这难道是性改的密码 我怎么不晓得啊 哪有什么密码 这是鸣马 你们老大约我在虎丘见面 虎丘 对 这次你们老大去上海 是配合我们寒山令行动的 告诉你吧 你们老大年轻的时候 特别信命 找人专门算过 大师说他五行当中缺水 所以你看 他的画名江汉青 三个字 都是用三点水做鞭炮 那你怎么晓得是在虎丘见面 看来你真是应该补习一下苏州的历史 虎丘又叫海永山 请 卑职参见举座